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6月5号星期六 大S徐熙元独家向苹果新闻证实 说与老公汪小飞婚变 说正在办理离婚手续 然后记者就去询问了当事人汪小飞 怎么看是新浪财经 就得到了这个消息 马上向汪小飞证实 汪小飞说跟谁离婚 我怎么不知道 没人通知我一下了 离婚也是应该跟我说一下 对不对 没人通知我 我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说不知道大S抽什么疯 突然说这个 然后大S说离婚手续再办了 说汪小飞目前的言行 本人不予置评 不管他说什么跟我没关系 但是我说离婚手续再办了 俩人是2011年的3月结婚 到今年的3月份 正好结婚 10周年 现在到6月份 刚刚结婚的10年03个月 这第10个年头 现在一共有一儿一女 一儿一女还是挺好的 一个女一个子 一个好字 凑着一个好字 一人女不错 不过他们俩离婚 之前就有过这种传言 2019年的时候 就有消息说要离婚 当时有爆料者说 说是因为汪小飞经营不善破产 全靠大S出来工作 挣钱来维持他们家的生计 还有他那边的生意 汪小飞他母亲那边的什么敲敲男 也是搞的是一团刀 一直都在赔 然后好像都能弄得 这敲敲敲男跟他也没关系 不知道被人怎么就给拿走了 好像也不是他的 也不是他们家的了 汪小飞后来真的是搞什么生意 赔什么生意 搞什么生意都赔钱 就没有一个做的挣钱的 去年好像由于疫情 汪小飞在台湾搞的一个夜店 还是饭店什么的 最后也基本上就是一直 就是说不知道破产 破产没破产 反正不破产就往里赔钱 汪小飞搞这生意就这样 要不就大S挣钱 往里面填 要不填就只能关门 就是说不关门 不挣钱还赔 就这么一个情况 以前我也说过 就是说大S实话也是够难听的 反正当然也是心情不好 也够难听的 以前就是说过 说大S刚开始 不是生孩子 生孩子之后 基本上就吸引了 就不出来了 后来又复出 开始了拍片 参演各种这种商业活动 什么的 有人就问大S 怎么又复出了 大家说没办法 我得复出挣钱养婆婆 你这话说的我太难听了 你说养老公不就得了吗 养婆婆 我得挣钱养婆婆 好 这不就说给 王小飞他妈张兰听的 对不对 你说这婆婆听了之后 心里多堵心 是不是 真的跟吃了根苍蝇似的 而且这话说的实在 你私下得跟朋友说 让朋友传回去 得了 任务着出来跟记者说 对不对 这话出来跟记者说 你说这个婆婆真的也是 但是也没办法 婆婆也别怪别人 对吧 当年结婚的时候 你们家牛逼吹的那么大 对不对 什么中国富豪几十亿的身家 结了婚发现狗屁 狗屁不是 你知道吗 就牛逼吹得特别大 结果 就是真的 就入不敷出那种节奏 一对不如一对 一天不如一天 原先以为你是富豪 娶了个明星太太 就是说 谁 王思聪不说吗 说你娶了个明星太太 就证明你是上流社会了 对不对 结果 原来是娶个明星太太 挣钱也贴补家中 反正是闹成这样 不能说实话 虽然大S说 他们在办离婚手续 王小飞说不知情 他们俩到底离婚 还是不离婚的 就不好说 我现在个人 我倾向于的 我觉得他们俩离不了 他们俩一直闹离婚 这是事实 这闹好几秒了 你夫妻感情也不好 一直在闹 你主要也王小飞的 就一直在赔钱 王小飞一直在挣钱的话 他俩关系可能能好点 是不是 不过大S 他到底是为了什么 到底就不是为了钱 但是咱也不知道 反正说这意思 但是反正要为了钱的话 这段婚姻挺失败的 对不对 咱也不知道 说这事 但是就目前我看 他俩我估计还离不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里边有一部分 说的是事实 就是说王小飞和他妈妈做生意 最近一直在赔钱 一直在赔钱 所以我觉得他们离不了 如果王小飞现在做生意特别成功 然后特别挣钱的话 我觉得他俩八成就离了 但王小飞现在特别不成功 所以我还离不了 因为总的有人贴补一下家用 日子还得过 对不对 所以就这么个情况 如果两边都特别强势 也就离了 如果两边 可能还离不了 所以为什么 你看因为大S现在演艺事业还不错 还有钱证 王小飞那边就说 我不知道谁跟谁离婚 不知道 你要倒过来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就这么个情况 所以毕竟还有一儿一女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我个人认为 应该还能再坚持 但是我觉得 我看他俩离婚也是早晚的事 只不过就是目前来讲 我看好 因为王小飞现在 如果王小飞说离就离 谁怕谁 那可能也就离了 但王小飞现在态度来讲 我觉得可能他俩 他能再离拉拉的 还能再离拉拉一阵 知道吗 但能拉了多久 这不好说 我经常就举那例子 就老头你知道吧 到了 尿完了 就离拉拉 还在海里再离拉一会 反正还能再坚持 你知道吧 再坚持多久 不好说 我觉得最后的结果 早晚是这样 所以 要是我说 我就觉得 王小飞 要不想一想 想一想 就是说女明星那么多 对不对 能挣钱贴不加重的多了 偏离是大S吗 你不能再找一个 更能挣钱的女明星吗 对不对 就是说 换一个坑 换一个坑 别 咳着一个往死了坑 对不对 说这意思 好吧 那今天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